你相信班尼特就是火神吗 此游戏开服至今 这位火星厄运少年的身世 便一直充满了秘密 白色的头发 绿色的眼眸 外观特征与唯一出现过的 纳塔人完全一致 而且在角色故事中也有记载 他是被一位老冒险家 在充斥着烈焰雷鸣与狂风的 禁忌海中发现的婴儿 是他拼了命才带回萌德的宝藏 诶 重点来了 为什么一个婴儿 会出现在如此危险的地方 为什么禁忌海中会有狂风 其实这在游戏中早就给出了线索 足迹PV中记载 在火之国 败者将会成为战火的余计 而圣者重燃 突破材料中记载 灰烬中如果留下了最初的心 那他就达成了某某的真实 如此一来 班尼特应该就是某位强者 战败后留下的初心 至于后面的谜语 根据PV中纳塔的主旋律 浑昏师推测 应该会与重生或者永恒有关 那为何禁忌海中会掀起狂风 其实帝君早就提及过 如果再结合班尼特逆天的特殊体质 他甚至可以做到上一秒想滑行 下一秒就立刻下起了大雨 这种瞬间改变天气的力量 完全媲美提瓦特的法则之力 由此可见 雨落之人至少有着七神一般的伟力 如果再结合班尼特的称号 命运的试金石 我们不妨大胆猜测 雨落之人正是火神 而在班尼特体内的便是火神的传承 这也是为何禁忌海中 会有烈焰雷鸣与狂风的真正原因 而班尼特所遭遇的一切不幸 都是命运的考验 是逼迫他积攒猎火与勇气 完成涅槃的必经之路 与其说他是火神 倒不如说是火神之子更为贴切 仔细地看一下他的命座 这不正是一枚涅槃中的凤凰蛋吗 如果按照目前的更新节奏 不出意外的话 在24年2月29日这一天 我们将会陪同班尼特来到纳塔 寻找自己的身世 过上四年已遇的生日 也正是这一天 我们将一同见证 火神之子涅槃重生